主要我們已經開始做一些練習了 那之後主要是針對Excel裡面常會用到的一些函數 那該怎麼樣解決你看到的眼前的資料的問題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我們是希望把後面三個欄位的資料 把它做串接最後變成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公式 然後當然呢 其實能夠用到的方法不是只有REPE加LEAN 但是可能直覺先想到的就是REPE加LEAN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先利用這個方式 把那個公式給串接的方法 當然我上禮拜有特別強調 如果你要串接一個資料的話 當然記得要注意到那個資料 如果是文字前後一定要雙贏 這個是規則 所以規則一定不能變的 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少了它就會發生錯誤 所以如果你要不發生錯誤 反正你就是要遵守這樣的一個規則 OK 你就自然不會把公式打錯了 那理論上上個禮拜做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我先把這個先滴掉好了 我們重來一下 我把它 第一個答案 如果這三個要變成這一個的話 第一個要不要放上面 加一個等號嘛 所以記得公式開頭一定是等號 等號的意思就是把後面的公式的結果 放到前面的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開頭一定是09 然後後面的話加一個AND符號 然後AND什麼呢 AND是電信業者 那就會出現0911 然後再AND一個減號 OK 然後再AND 其實一直串一直串 AND是一個串接符號 那當然你如果做一半 你假設說你不確定這個地方做到這邊對不對 你可以先打個勾看一下 對好像應該沒錯 沒錯的話可以在上面的資料邊繼續AND 那AND什麼呢 AND就是我要重複幾個0 重複幾個0的話我用REPT 當然你公式可以自己打上去 我的習慣是REPT 然後錢瓜糊 REPT的話它一樣 你這邊公式輸入它應該會問你 有沒有 它會跟你講說 你需要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文字 指的是你要重複什麼東西 我要重複一個0 所以重複一個0 然後逗點 逗點的話指的是第二個參數 LUMBERTIES是重複幾次 重複次數應該是跟什麼有關呢 跟它裡面幾個字 所以我用3去減 3減掉 LEN LEN的話是算 算什麼呢 算這個儲存格裡面幾個字 算完之後的話回來這兩個字 所以3減掉2的話 那幫我補一個0的意思 所以這樣 記得瓜糊一定要有前瓜糊 就會一定要有後瓜糊 是一對的 不要打錯 可以打勾 也是說就有個09110 然後後面再把84補在上 補在後面 所以AND 然後再84 有沒有 在G4這個儲存格再串過來 那就會084了 那007的話 其實因為這個公式 跟084其實蠻像的 也是算那個 總共要補幾個0嘛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 把前面這個公式 複製貼到後面 然後把G4改成H4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複製的話 應該是可以從AND 因為後面尾巴一定要AND開頭 所以AND一個減號 一樣要需要一個減號 然後重複幾個0 然後再加上它原來後面的這個資料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到後面來 貼上之後的話 記得把那個G4的部分 改成H4 那改的方法啦 我習慣是選它 就點一下H4 它就改了 或者你也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G選起來 把它改成H 這樣都可以啦 反正指的是那個資料幫我放過來 然後幫我串接 成為我要的這個公式 好 那這樣就OK了 再來的話 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 記得啦 在這裡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 把游標放在這個儲存格的右下角 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這樣就 自動怎麼樣 幫你填滿到最下方 OK 這個叫自動填滿喔 不要傻傻人 那你如果拉向下拉也可以啦 只是向下拉 可能要一直拉拉拉拉拉到底啦 其實這樣反而不方便 有沒有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快速的填滿 那這個填滿的話呢 它有個方便的地方 就是說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儲存格裡面的 有沒有 只要是像F4 像G4 像H4 這個叫儲存格的位置 幫你自動加1 所以你會發現下面這邊F5 有沒有 然後G5 H5 有沒有 下一個就再加1 所以變成F6 G6 H6 就通通完成了 當然效率上絕對會比 你塗法煉鋼來的快太多了 所以 至少你只有裡面 一定要 懂得用哪一些公式 幫我快速產生一個公式 這個有沒有 這一串公式 然後裡面的話 主要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兩個函數 REPT 加LEN 然後中間穿針引線就是AND的符號 那記得如果文字的話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上這個雙語號 幫你夾起來 這樣的話呢 才會是正確的 OK 這個一定要熟練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以SEL裡面最基本的 不過啦 其實如果你不會打這個公式 你問CiaoGPT 其實他也可以幫你打出來 而且我發現CiaoGPT也蠻聰明的 但是你前提你要敘述讓他明白 OK 比如說你可能要跟他講說 我有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 這個電信業者在哪一個儲存 你要跟他講F4儲存格 G4儲存格 H4儲存格 我需要把它串接在一起 然後利用REPT加LEN函數 請幫我產生一個公式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14儲存格的話 我發現如果你敘述完之後送出 我試過 真的CiaoGP 真的可以幫你寫出一模一樣的公式 沒有問題 OK 但是我覺得好像你要敘述半天 倒不如自己打就打完了 OK 不過前提是你不會這個公式 如果你會的話當然最好 這個我講過 E-Sale裡面 這個函數是我想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最重要 如果你E-Sale函數不熟 說真的 你不要說你會用E-Sale OK 等於是如果你不會這些 那你能幹嘛 自己塗把電鋼嗎 自己去 當然不行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想想看把這個公式完成 當然你打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發生錯誤 那如果有錯誤的話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比較一下 其實雲端上面都有那個答案 所以你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雲端白板 上面其實也有答案 比如說雲端白板第一個單元的 第一個這個資料檔 打開來的話 其實在這個上面都有 REPT、LEN、還有Left、Right 這些其實有參考的答案 那剛剛打的公式的話 在雲端白板的第三頁 這邊你可以捲軸第一頁會顯示幾頁 然後你可以看公式這邊就有了 一模一樣的 所以即使你打錯啦 你可以檢測C有沒有 然後你檢測C之後 假設你剛剛這個公式不對的話 或者假設有問題 你可以先貼我的 或者你兩個比對一下 你打個勾啦 其實會一模一樣啦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輸入錯誤 很簡單嘛 兩個比一下嘛 一個放上面一個放下 兩個一比就知道哪邊不對了啦 OK 那其實打公式也好 將來打程式也好啦 反正 真的不要鑽牛角尖 找一個對的比一下 就知道哪裡錯了 千萬不要在那邊亂試 不要浪費時間 OK 可以拿一個對的比一下 就知道哪裡錯了 然後將來呢 你要找出那個錯誤之後 以後呢 就不要再犯那種錯誤了 因為之前 蠻多同學都是小地方 包含什麼雙引號打錯 或者少加一個end 或者是那個什麼 反正就是一定都是小問題啦 所以如果你可以熟練之後 這個問題應該就比較簡單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這個公式先完成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 其實除了REPT加LE 你說老師 那有沒有其他的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還真的有耶 那有沒有更簡單 其實也有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 把這個綜合練習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到右邊 那怎麼複製呢 記得喔 複製 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看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什麼 複製或移動 不過我覺得不用那麼麻煩 我自己覺得最簡單的方法是 按住綜合練習的這個工作表 按住左鍵不要放 在拖拉到右邊的同時 請你按下Ctrl鍵 Ctrl這等於是移動 這個移動之外 按Ctrl是複製 所以這個Ctrl按住之後的話 再把你的左鍵放開 按住喔 然後放開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增加一個 一模一樣的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一個是原來的嘛 一個是你剛剛複製的 那如果啦 假如我要試著 換成另外一個方法來解決的話 那有什麼方法 跟各位講喔 這個方法 它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如果我現在郵標選擇什麼 選擇這個 門號區嘛 如果我要變三馬 按滑鼠右鍵 除了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呢 有沒有 它裡面其實有個所謂的制定 制定裡面的話呢 其實你如果要變成三馬很簡單 0,0,0就好了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它變0,8,4 剛剛好 變成我們要的結果 有沒有 那你說 老師那這樣很簡單 是不是我就把這個格式改了之後 那我來串接應該是不是成功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範圍資料把它清掉 Ctrl Shift向下 這個如果你要把它整個清掉 Ctrl Shift向下 游標放在14上 游標放在14上 Ctrl Shift向下 它會選到底 然後你按一下Delete的鍵 它把它清掉 那如果說了 你希望串接剛剛的公式的話 假設再來 你說老師這邊不是0,8,4嗎 那我如果現在把它串接 會不會成功呢 你可以再試試看 0,9 and 然後11 and11 然後再and一個減號 這可能要再把剛剛那個 and再08,4 你說老師我現在看到這08,4 所以把它串過來的話 應該就變08,4了是不是 打個播看看 奇怪了 明明我看到的是08,4啊 那為什麼這邊看到的卻是84呢 其實跟各位講 主要的原因是 如果將來你遇到的格式 假設是Excel裡面的所謂的格式 指的是表面上看到的 它其實並沒有真正的 幫你把實際的資料 變成08,4 而只是表面上讓你看到以為變08,4 所以要怎麼知道 另外一個方法 你游標放在這個G4儲存格上 你只要看到上方的這個資料編輯列 也會有答案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你表面上看到的 這個是實際上它還是84 那也就是說 剛剛的格式 其實 並沒有真正的幫你 怎麼做資料的改變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真的希望把剛剛的格式 變成資料的轉換 而不是看到表面而已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能需要想到有一個函數 真的可以幫忙 叫TESTEXT 這個函數的話呢 就是意思是說 它真的可以把你想要的資料 變成你要的那個樣子的一個資料的結果 OK 比如說以這個來看 那我要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這個G4的地方 把它delete掉 AND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就加一個TEST就可以 TESTEXT 有沒有 TEST函數 然後呢 錢瓜糊 那一樣 它會出現什麼 那你要給我兩個 兩個參數 有沒有 兩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是說你的VALUE 你的資料在哪裡啊 我的資料在這裡 84 所以它給84 其實就是84的數字 逗點 第二個你會發現跳到這個叫 Format TESTE 有沒有 那Format TESTE 如果你假設看到有TESTE這個關鍵字 記得一定要前後雙以後 所以我先打前雙以後 那裡面放什麼呢 其實就放剛剛我們在那個格式有沒有 不是我輸入三個零對不對 就是那三個零 所以你把那三個零輸入到這邊 零 零 零 OK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後雙以後 再後刮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真的幫你把84 轉變成080 所以特別是TESTE其實它跟那個Format 跟那個格式化呢 有那麼一點點類似 但不一樣的地方是 剛剛的格式是做假的 表面上看到的 做表面功夫 但是TESTE是真的幫你變成084 那怎麼知道 其實你打個勾就知道了 OK 我們把它打個勾 看一下 OK 有沒有 084就出來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表面上看到的 跟實際上看到的不一樣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知道 有一個函數叫TESTE 它真的可以幫你把資料轉換 這個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 哪怕是上班族每天在使用Excel 也不知道這個函數 而且不會用這個函數 而造成很多的錯誤發生 因為他說 不對啊 是我上班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資料明明是這一個 他為什麼我串接出來 我得到的結果卻不是我看到的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看到的那個資料是有格式 那你要去做一個轉變的話 你如果不會TESTE 就沒有辦法真的得到你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看到的 變成你真的要得到那個資料的話 很簡單 就是TESTE這個函數 好 那最後我們把這個結果一下 就是這個的話最後後面一樣 打勾它就變成0911 然後1-084 然後後面007怎麼做 一樣其實跟剛剛道理差不多 把這個F4後面的AND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後面之後 這個比較簡單 你的公式簡單多了 把這個公式的G4 把它改成H4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改過來 然後打個勾 一樣嘛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並且啦 我的習慣是希望需要 希望把這個綜合練習瓜糊二 點兩下之後 把這個瓜糊二改成 乾脆改成它的函數名稱好了 主要是用TESTE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比較一下 喔我用TESTE 是這樣寫 那如果呢 我今天用那個 REPE加EL1N 是這樣寫 那兩個哪一個好呢 當然 如果以你自己的比較啦 我想應該沒有人喜歡 用REPE加EL1N OK 也就是說 那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能有第三個解法 絕對有 可不可以有第四個 有 很多 也就是公式 不是說只會有一個答案 看你怎麼用 OK 那 當然你沒有 沒事不要說 一直在那邊做很多很多種 比較 沒有啦 我們又不是做那種 怎麼講 公式評測之類的 不用啦 反正你找一個方法 可以解決問題就好 那個方法 理論上是比較簡單 但不會沒事找比較複雜的吧 所以喔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還是要全盤去瞭解 這個 EXELE裡面的函數 因為 如果你假設不會用TESTE的話 那可能你想到的就是REPE加EL1N 相對的是比較麻煩一點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喔 剛剛重點回顧一下 E的話就把上個禮拜這個 先做完 OK 然後呢 再把它複製一個 我是拖拉 拖拉是左鍵 加一個Ctrl鍵放開 Ctrl鍵放開 Ctrl鍵 然後把左鍵放開 它就複製一個 然後並且把這邊的公式 刪除啦 我是游標放這邊有沒有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指的是幫我選到 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然後你按個Delete它就刪掉了嘛 然後你再把剛剛的那個TESTE公式呢 再把它打上去啦 那這個公式的話呢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可能來不及記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頁 這邊也有 我剛剛打的公式啦 那兩箱比較之下 當然呢 TESTE是絕對是 簡單太多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夠專業的話 當然也要至少會 多一點的函數 至少你會多一些選擇吧 不然的話 如果你假設會的函數太少 恐怕很多問題 就只能用複雜的方法解 要不然就是說用 如果解不出來 那你變成你要土法煉鋼了啦 所以就浪費時間而已 OK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像前面的那個什麼函數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請各位自己再把它練習過 這個我有些可能太簡單 我就不特別講 那比較稍微難一點的話 可能稍微講 像那個上個禮拜有提到 像Labs這邊有一個是 什麼 前面是他的性嘛 後面就是他的 他的什麼呢 性別 那我希望得到的結果是長這樣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需要兩個函數 一個Labs 一個是If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解 那請各位試著做就看 那今天會需要交作業 那個作業是要把上課 這個範例檔 上面有的問題 你要試著把答案給自己填上去 OK 然後要繳交這個作業 也就是今天要做的這個動作 然後 然後 先試著把我剛剛講的先做做看 另外我有一些不太懂的 我建議你可以試試看 用Charge Ville 其實Charge Ville 我發現他真的可以幫你 打寫出公式 真的可以 只是說你要 跟他 敘述的 內容可能要 比較精確一點 否則的話 得到答案應該會 會跟你要的 應該有個落差 我發現其實你要 只要敘述正確 Charge Ville裡面 基本上都會給你正確的公式 所以Charge Ville 是真的可以幫你寫出 以Sale的公式 是沒有問題的 試試看 是真的嗎 好uka 又多泥 谢谢观看